9月新智上路,高雄市成为继双北后 推动超双咖啡店骑楼禁烟的城市 更扩大办理,携手素食店业者加入 为期三个月的宣导期,12月1号开始正式开阀 尹君子可要特别注意 打造更多无烟环境,从今年9月开始 高雄市的连锁便利商店、咖啡店、素食店的骑楼 推动全面禁烟 为期三个月的宣导期,12月1号开始 正式开阀,民众可要注意 我们为期有三个月的一个宣导期 那如果12月1号开始,如果有违反 这个相关的规定的话 我们会依照应该防治法 处于2000到1万元之间的一个滑缓 那主要的话还是希望能够营造我们高雄市民 一个无烟健康的一个环境 成为继双北后,推动超双咖啡店 骑楼禁烟的城市,高雄市更扩大范围 吸手素食店加入 全市供19大连锁业者1000多家门市响应 共同打造无烟环境 其实很多顾客他们一进来买了烟以后 出去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包装纸 然后就点烟在外面抽 甚至说他们会来叫一杯咖啡 然后也是在外面休息 做抽烟的动作 那像我自己本身最近才刚生小孩 那像我推小孩子要去超商买东西 我就觉得说小朋友的健康 就是不适合去接受这些环境 在一开始之前可能会有一些 民众会觉得其实会是不舒服的 但是我相信就是19大业者开始 执行这些政策之后 越来越多业者加入之后 我相信这个政策大家是慢慢可以理解 9月先至上路 高雄市有别于双北 先办理三个月的骑楼禁烟宣导期 就是希望隐君子慢慢习惯禁烟范围 并急遭远离烟害 记者张世民夏小新 高雄报导